一個一個建立特別的藝術品 都是綜合國秀校長范慶忠的作品 校長本身是一個打包袋創作藝術家 來到綜合國秀博物之後 感覺孩子對藝術都有顯示 想要提醒孩子在藝術方便的發展 我們學校的孩子 這幾年來在美術方面的競賽 都獲得旅貨佳績 而且我們孩子就讀南投國中美術版的孩子 這幾年來平均每一年都將近兩位的孩子來上榜 來公讀我們如果能夠從小 就把他的藝術潛能給激發出來 所以在這樣的構想之下 我們也開過校務會議 開過各項的行政匯報 還有連圖書的採購會議 我們都針對設置美術班來建制 為了要開辦藝術在年班 好好建立出很多間的教室 而且還要很多設備 要讓藝術班的孩子都能夠完整的發展 我們未來可能建制一棟是藝術大樓 那裡面會有建制 一到四 三到六年級 四間的學科教室 跟一間美術班的辦公室 那隔壁我們就開始建制 我們有陶藝教室 有板畫教室 有國畫水彩 樹苗 還有書法教室 那甚至我們還有藝術建廠 是藝術創作方 我們連圖書館都設置了 這個美術圖書的專區 為了要做一個藝術行 學校裡面每一間的便所 都有一個主題 將來在教室的外面 也都會白療摸摸學生的作品 為作品當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小孩對藝術創作 都是最大的有興趣 將來讓章兒國小的孩子 處處都充滿的一個藝術的氣息 也配合本校孩子的五大學習主軸 品格 書鄉 活力 藝文 以及創意 這五大學習主軸 希望能夠在孩子的日常生活當中 培養出我們最優質的孩子 校長表示 希望中和國秀可以先為南島市 第一間有藝術在年班的特色修學 讓對藝術創作有興趣的孩子 都可以有好的發展 記得五位麥 柴鳳報道